不知不觉 总决赛已经结束两周了 篮球迷们的视线慢慢转移到了 季后赛中 而此时 广东队主教练杜丰却向外界公布了一个 让人震惊的消息 球队主力易建连在总决赛四场比赛中 有三场都是打着封闭上场的 这番话解答了为什么易建连在总决赛期间的状态如此低迷 以至于被新疆队主教练李秋平调侃 易建连非常好防 总决赛期间 阿联场均只有15.2分9.7个篮板 这对于连续四年获得常规赛 MVP 的他来说是个非常差的数据 更重要的是 阿联在与新疆队的周期 对位时已经没有了前两个赛季的优势 这让不少人产生质疑 会不会真的到了全力交接的时候呢 但其实 据杜峰透露 阿联早在第一轮打四川的时候 就已经拉伤了右腿外侧的后裙击 半决赛对阵深圳市一直没有和球队合力 伤势还加重 导致膝盖外侧受伤 到了总决赛对新疆 第一场就因为大腿受伤 又导致小腿拉伤 当时就打了一只封闭 第二场基本都是一条腿在打比赛 后来左腿也受伤了 第三场和第四场都打了封闭 阿联的伤退阿联打封闭这个决定 除了队一和杜峰 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 甚至跟他认识了十几年的广东体育频道 跟队记者也是总决赛结束后才知道的 阿联知道这次总决赛的机会非常宝贵 即便这三只封闭很可能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 我问过阿联 真的不行的话就不打了 别影响你的运动生涯 但他说能坚持 因为伤病他发挥不出自己一半的水平 跑不起来不敢做动作 真的挺难的 我们能看到阿联队冠军的渴望 和他所展现出来的职业精神 虽然最后输了 但他的精神感染了很多年轻队员 杜峰说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回看一遍总决赛的录像 你会发现其实阿联在很多时候都不敢起跳 不敢跑太快 甚至很少见地被对手干冒 摘篮板 其实都并不是因为他老了 而是他伤得太重了 中国艺